非常感谢Sophie刚刚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我们OSPAC的主场了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些信息 是关于咱们这个房贷方面的 然后呢 刚刚Sophie用她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让大家知道咱们做保险的时候就不怕了 对吧 那希望我也用我的专业知识 让大家知道以后做贷款 以及申请贷款的时候也可以不怕 然后我自己今天这个演讲的style呢 尽量是多分析一些关于一些case的分析 希望大家呢 能够以后踊跃的到博人山分行 来找我做这方面的业务或者咨询 我自己讲一个冷笑话 我觉得在座有任何的河南来的老乡吗 没有 我觉得不怕是不是老板是咱们这个河南的 因为他那个不怕的发音和咱们这个不怕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 有些人说我在最开始做这个flyer的时候 把我这照片放在中间啊 然后呢 左边是一个神秘嘉宾 人不怕来的 右边是咱们一个那个澳洲太平洋 咱们房地产公司特别和蔼可亲的一小哥 我中间这么严肃一张照片 实在是用的有点 慎人呐 那我就改一下啊 咱们这边呢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福气啊 然后有些人知道咱们这家 Westpac的银行 它的一些历史的渊源吗 其实这家银行是咱们澳洲的第一家银行 它是在1879年建立的 那个时候在最开始如果大家知道澳洲的历史的话呢 11艘大船载着这个英国的这些移民来到澳洲了之后 他们在新南威尔市那里成立了第一家银行 然后我们的前身就是这个新南威尔市银行 后来我们把它改成Westpac了之后 旗下又添加了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甚至有很多人用的这个Rams 其实我们是一家的 然后呢 有些人觉得你们Westpac的全名叫什么西太平洋 太难记了 我们有一些亲切的上海的客人呢 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叫三毛银行 可能有些人也有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logo啊 就是三根毛嘛 对 然后这上面有我的一些个人的信息啊 以后大家每个人的那个座位这边放了一个咱们的这个能量包 里面放的有水 有吃的 有我的名片 有需要这个帮忙的话 随时可以用这个名片上面的信息来联系到我 然后最开始在这个演讲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放一个Westpac的金融服务指南 我们提供今天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是不根据咱们的个人的家庭情况来提供建议的 如果说有些人说 哎我这个利率特别高 我需要您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那我还是强烈的希望大家在结束了之后 踊跃的和我们进行一个预约 到时候到分行 咱们到时候坐下来 根据您的家庭情况慢慢来谈 首先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事情呢 来自于我身边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也经过了他的同意 我希望呢通过分享他的故事 他的留学经历 他的人生经历 咱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或者少走弯路的地方 那么我的这位朋友呢在2005年来到了澳洲 当时作为一个留学生也是作为80后啊 可能在座的有很多人呢也是80后或者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辈 或者你们的小孩可能是80后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点钱就想把孩子送出来读书 然后那个时候在2005年的时候房价也都普遍比较便宜 那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讲的话呢 最开始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那个时候一比咱们澳币比人民币是一比六 然后作为留学生来讲的话 当然你最开始来的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比较贵 所以我的这位朋友呢他就租了一个房间 当时的租金他告诉我是一个150亿州啊 当时这150亿州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他当时发给我的一个照片 四周连一个窗户都没有 然后那个门呢是一个推拉门 就放了一个书桌和一个床 然后我那朋友就非常感慨的跟我说 我刚来到澳洲我觉得什么都贵 我要是有一天能够有足够的钱 去租一个master room 有一个自己的厕所 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坚持打两份工 第一份工在7-11 完了之后呢还去其他的地方去做清洁 然后后来呢坚持了很多年 像大家的拼搏的历史都一样 大家可能也都有自己的一部奋斗史 在结束了长达将近九年的学习了之后 在2014年的时候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呢就租到了他梦想中的 两室两位的一个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呢 在咱们750号station street就在box sale 然后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他梦想的两室两位 所以你爱用哪个厕所用哪个厕所 你爱睡哪个房间睡哪个房间 总算梦想成真了 但这个时候呢租金450一周 咱们乘以一年是52周 一年交到多少租金 23400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看了一下这套物业啊 现在这套物业目前在当时卖的价格是52万 所以当你作为一个租客的时候 你一年交一个两万多块钱的租金 你差不多20年一直在那租着 你帮人把人家贷款给还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房子还不是你的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这位朋友买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他的房子呢 终于学聪明了 买完了之后把这房子给租出去了 也学他自己租房子的时候 450一周 也期望着自己能够在20年之后 让别人来帮自己把这个贷款给还完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你朋友这么多事情 怎么你都知道这么知根知底 那这个朋友就是我自己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历史 讲给大家听 可是呢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前面咱们拼命的存钱 拼命的工作 到最后你买下你这个房子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这个道路上 我犯的几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是 我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第一 我没有做任何银行的预批 是 我有一份工作了 可是我都不知道 我能够借到多少钱 第二 我没有找任何的一个人 过来做一个inspection 我不知道这房子 有没有任何问题 我没有买任何的保险 我不知道它的安全系数是怎样的 然后第三 这个房子 它未来的走向是怎样 这个区安全不安全 有多少华人在里边住 周围有没有什么商店 有没有什么这个shopping center 或者小学 我当时都没有任何的去搜 所以很多人说 买房子是一个有缘分的东西 那我这样回头琢磨一下 我也太有缘分了吧 跟这个房子 所以我的一点建议来说呢 作为我在一个博士山分行 已经截止到现在工作 将近八九年的一个贷款经理 我建议大家以后 在做自己的这些购房 或者plan的时候 当然随着你的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 咱们可能有些家庭一个小孩 有些家庭三四个小孩 你最重要的是 现在大家都觉得 我们的利率一直在往上升 然后我们的工资 好像涨得并没有利率 涨得那么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定是要到银行 先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情况 做一个贷款预批的额度 你才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对不对 我甚至到现在 还有一些客人 直接就把5%的 那个deposit给付了 那当然呢 你如果未来有渠道 国音的钱都可以过来 这样子当然最好了 可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客人发现 我从国内转钱过来 怎么着 好像钱中行就给我砍了 我钱就出不来了 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不想要让大家看到 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大家还是得要知道 是我要买这个房子了 但是我在买这个房子之前 银行能带给我多少钱 我的积蓄有多少 我如果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质量水平 我以后想要带小孩 一个月一年出去旅游一次 我不想把这些都 赔到我的房贷上面 变成一个房奴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我看到 我周围的这些 所有由我自己的客人 还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过护师 还有会计师 那我的一点建议是 是我知道我能够带多少钱了 那我要买这个房子之前 我要看合同吧 我要签订这个协议吧 那中间这么多几十页 几百页的这个房产的合同 我要交给谁去看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过护师 他们就能来帮到我们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找自己 包括包括有很多 咱们华人的过护师 来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房子下面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未来 不能够去改建的地方 以及里面有没有任何 就是法律不允许 我们去动的地方 这些过护师都能够帮到你 然后最后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自己去买房 对于首次置业者 大家其实可以会享受到 满足澳洲政府要求的时候 会有一个印花税的减免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买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我印花税是5.5%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支出 我银行把这个钱带给你了 我是不是有足够的现金 去付这个印花税 这些也都是过护师和律师 能够帮到你的地方 然后最后一步呢 当我们把这些房贷 全部都做好了 贷款也都申请好了 这个时候也许不怕 就能够帮到你们了 因为我们呢 会需要一些房子的保险 来保证这个房子 在最后交割的时候 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房子 到你手里面 如果真的touch the wood 发生一些什么火灾 或者偷盗的时候 我们有保险可以来cover到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那如果我下次再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就不会那样子鲁莽了 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呢 很多客人其实并不知道 我到银行 我把我的工资单给到你们了 我知道我能够带多少钱了 可是我要买的这个区的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详细的信息 所以之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作为一个信息时代 就是在这五年之前 大家可能到银行来去做的时候 很多东西还都要手动去计算 填很多的表格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数据 汇总到一起 进入到一个大数据时代了之后 你无论是说 你要去看这个房子之前的历史 它比如说在1980年 卖了多少钱 它之前的主人是谁 这个区的平均的华人 住了有多少人 它附近的这些交通有多便利 我们都是可以在银行 要到一个这方面的报告的 那么我现在呢 在这个屏幕上展现出来的 是咱们Box Seal 最近最近能够从电脑系统里 调出来的一个报告 它里边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可以用非常直观的方式 给大家看到 它过去12个月 我们这种独栋房 我们大家叫House嘛 它的一个升或者涨的一个趋势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房子 给卖掉的时候 它的一个medium的value 就是它的一个中间值 当然有些人买的房子可能是100万 有些人是150万 但是过去12个月 所有的成交量 我们把它除以一个平均数 这个数字是多少 这个趋势是怎样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 咱们现在基本上 Box Seal 以Westpac这个数据户来体现的话 平均值已经将近达到了 1.85个million了 现在是Box Seal 如果独栋房的一个大概的平均值的数字 然后接下来 那很多人就说了 我现在呢 一般来讲 在咱们所有的这些在座的各位中 有两种收入形式 一种 我自己做生意 我自己做老板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需要一些会计的帮忙 会计会提供给我们 它最近过去两年的报税记录 我们来算一下 客人能够掉有多少钱 但是呢 更多的客人 可能包括一些叔叔阿姨 你们的小孩 是被别人来雇用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工资单 这工资单 如果说你是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 那么我只需要你最近两个星期的工资单 如果你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 那我需要你最近两个月的工资单 来计算一下 您能够带到多少 我们通过官网的这么一个大数据 假设说 如果我们想要带到 6666666的话 基于我们今天 整个西泰银行最低最低的利率 我们直接知道今天是4.49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利率是高于4.49的话 那么我非常建议 你们来到银行来和我聊一下 每个月的还款额呢 按照4.49来计算的话 就变成3374了 那我们在做这个贷款的时候 我们其实现在要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 在过去的可能疫情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利率呢 其实是一直往下降的 那我如果买一个房子 可能每个月要花的钱 要还给银行的钱 是越来越少的 可是现在整个趋势改变了 除非你面前的这个银行工作人员 在这个行业做了20年以上 不然的话 他也从来没有经历过 像今年这样子 从5月份一直拼命的往上涨息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银行在放贷的时候 他也考虑到这方面了 如果我们在放贷之前呢 我们其实希望想让客人先知道一下 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钱刨出去了之后 我还可以给我的小孩去付他的私校 我还可以给我的家人去买我们的保险 我还可以去考虑我买下一套投资房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接下来有些客人就说了 如果说我的这个工资单上面显示的是这样一个数字 我能够带到多少钱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差不多5年之前 大家都知道海外收入是非常容易做的 现在来讲的话呢 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就比较多 像我们的海外收入就做不到了 那我们如果要到客人的工资单之后呢 如果我们做一个预约 我会非常诚恳的打开我的计算器 让大家来看一下一步一步是怎么计算出来这个贷款结果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客人会说 那我现在我的贷款利率非常高 我该怎么断 现在很着急 我上个月已经4% 这个月6%了 有很多客人 其实像今天早上我在来之前 就有一个客人在半路问我说 我现在跟着另外一家银行 颜色可能是黄色的啊 然后他们现在把我的利率给调成了6% 我该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用到一个业务叫做转贷了 转贷这种情况就是 我已经有一个贷款 跟着某家银行了 但是我现在呢 想要来看一下 有哪家银行能够帮到 我可以把这个利率给降下来 那么其实所有的流程来讲 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既然说到转贷 我肯定奔着两个东西去 第一个东西 你要给我省钱 我才转贷 对不对 第二满大街的广告 你要把你的服务给我做好了 我才要考虑转贷 那么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首先要先谈到的第一个东西 华人也最关心的 其实每个客人到我办公室 来问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小张 你别跟我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们最低的利率是多少 你告诉我 那么现在其实最低的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4.49 那如果说 您在之前把您的贷款固定了 你拿到了1.98 恭喜您 那我就觉得 我们其实今天这个会议 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因为你拿到利率已经更低了 所以呢 如果我看到您的利率 比Wispack这边要高 我们才有机会来去帮您省到这个钱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要需要您来准备好您的个人收入 就像我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每个人的家庭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自顾 有些人是被别人雇用 那么我会根据你的家庭情况 列出一个清单 你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来交给我 那来算这个数据呢 是我的工作 当我们预约一个时间之后 大家要坐到一起来商讨一下 我们的贷款方案 有些客人说我想只还息 只还息的好处是什么 有些人能告诉我吗 我每个月只还利息 如果只还息的话 假设我贷了100万 比着我本家息 只还息的数字肯定是要低的 因为我只还利息嘛 可是你总归到30年 你要把这个贷款给还完吧 那你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是把你的压力都放到了后面 更多的华人 99%的华人 都是希望本家息来一起还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虽然这个数据比这本 只还息要高 可是我慢慢的慢慢的 通过我的努力 我就把这个贷款给还完了 所以我到时候要和大家去商讨一下 最适合自己的贷款方案 你们的利率是什么 产品是什么 然后呢 在我们商讨完了之后 就是说呢 你想买这个房子 买的价格比如说是100万 但是作为银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100万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做一个估价了 所以这个环节是大家不需要操心的 银行会自己付钱 把这个估价给做了 完了之后呢 提供给我一份报告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估价 比如说是110万 恭喜您还真是买到了 因为您的签的这个合同呢 是100万 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银行就觉得是110万 那已经赚到了啊 然后呢 在最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递交了之后 我们的贷款申请下来了 这个时候您还是得要需要买一份保险 来保障咱们自己的这个房子 你想啊 你自己出去买车 你都买保险了 买这么大一房子 难道您不需要保险吗 然后呢 到时候我们再把银行的账单准备好 然后开户做好了之后 我们最后就等交钥匙的这个日期 那么在交钥匙这一天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如果说买了一个房子100万 我们带八成 在交钥匙这一天 这80万呢 就直接从这家银行付给了这个买方 然后您这边呢 需要把剩下的尾款给付完 那么作为卖家 包括我们的这些房地产商 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您 虽然听起来呢 这么复杂 但是呢 当您找到一个合适的贷款经理 一个合适的会计 一个合适的过户师的时候 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这么难 好吧 那么再接下来来讲的话呢 我们从今年4月开始 大家会看到 那个时候的利率 银行预计啊 四大行都预计是二开头的 接下来变成了三 变成了四 变成了五 以及到今年12月 我们银行粗略估计 甚至会以为 后面会有可能涨到6.11% 那么问一下在座所有的这些客人 咱们有谁的利率 还是在2%以内的 举个手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的贷款 是在2%以内了 那么有没有任何人的利率 是超过5%的呢 如果你们的贷款利率超过了5% 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当心了 你们现在在付着 比其他银行更多的利率 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付着一样的贷款 但是你在掏更多的利息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掌握了这些基础支持之后 随时到我们这边来问一下我们专业的意见 那同时呢 我假设这边以一个60万的贷款金额来计算 在今年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Westpac是能拿到1.89的利率的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需要还2185 这是在今年1月份和2月份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进行到今年11月我们最低的利率呢 是4.49了 这个时候每个月要还3037了 如果到明年的时候 咱们的利率继续往上涨 涨到了5.49% 那你每个月就要还3400多 相比较你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每个月要多还将近1200到1300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 你每年要多还1万多块钱 而且当每个客人从另外一家银行 转到我们银行的时候 我们现在会给到4000块钱的优惠 也就是算下来 差不多将近1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额了 你用这15000块钱 给你家人买一个PS5 它不香吗 你用这15000块钱 给你老婆买一个包 它不香吗 你拿这15000块钱 给你家人买一个头等舱 难道它不香吗 所以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前一阵子和一个客人 聊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 其实在北京 咱们分为什么12345环 咱们墨尔本也有一个五环 我说你是郭德纲的相声看多了吧 五环之歌可能听太多遍了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搞笑的概念 他说咱们最开始 CBD中间有火车线的 它叫一环 完了之后可能到Richmond的截止 完了之后咱们继续扩大范围 到这分叉了 Hawson就变成二环了 接下来再往后面走 Cumbwell又分叉了 三环 到咱Box Hill的时候变成四环了 最后一个您知道到哪了 到Ringwood了对不对 其实呢 我的一个概念在于是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咱们的宇宙中心 Box Hill来听我今天这个演讲 也希望你们认识我 这个是我的一个二维码 接下来咱们既然想买12345环的房子 就交给接下来一个特别帅气的小哥哥 Neo来进行演讲 然后如果你们需要房贷方面的服务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微信 麻烦大家下一下 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时间